而決戰2024郭侯大戰也持續的上演 郭台銘除了持續跑透透和民眾座談 臉書最新的PO文也用剛所比喻 美中關係下台灣的立場 被解讀是想對決侯友宜引用的悲子論 但郭台銘強調和侯友宜不是團結 就是合作 有話對你說 台北戰一樣國旗歌開場 現場擊滿民眾 郭台銘再度強調 總統不該把台灣帶往戰爭邊緣 為什麼一定要買武器 為什麼一定要戰爭 跟美國的交往不一定只有買武器 是一個你輸我贏的 零和遊戲 只有我們幫他來合作 幫他投資 美國也要發展經濟 演唱前PO了鋼索論 把美中比喻成兩巨人拉鋼索 台灣就在這上頭 而且危險的情況 台灣應該要保護自己安全 越往中間靠越好 只是先前對手侯友宜才引用杯子論 來表達兩岸立場 難道是在互尬理論嗎 我想什麼理論沒有用 最大是我們要尊嚴的和平 一句話簡單帶過 只不過兩方都在爭取黨內提名 沒競爭不可能 但郭台銘強調跟侯友宜的競爭是兩性的 我跟侯市長除了團結就是合作 你們不要見鋒插針 至於被問到如果最後沒被提名 是否會轉向民眾黨 郭台銘這麼說 最起碼我要在泛南能夠出現 如果我沒有出現 我覺得那我就會盡全力的支持國民黨推出來的候選人 我答應我的承諾 我不會更改 這話似乎表明郭柯河不在2024選項中 和話風一轉 好口對向民進黨 有49人打敗國民黨是共產黨 那麼今天民進黨要打敗國民黨 還有這樣追學 所以郭柯河可能是無望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返台隔天 時差還沒調好 被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酸 聯合政府的說法是沒睡飽 柯文哲算笑笑的說他是還沒睡 但似乎真的太累了 柯文哲記錯了零表時間 鬧了個小烏龍 柯主席柯總統放算 接受願望成真前 先讓神明看見自己的拼勁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返台隔天一早 加入大假媽繞境 說好的林表登記選總統先緩緩 昨天講完以後突然發現 今天是星期六 然後明天是星期天 後天又放假 所以下禮拜就再講 29號林表登記鬧烏龍 柯文哲剛從美國回來 時間錯亂 沒算到正好遇到無意廉假 但作息可要先調好 因為他的聯合政府說 被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酸是沒睡飽 柯文哲一夜沒睡但聯合政府的說法 絕不是在精神不濟的狀態下提出來 跟郭台銘想法已經不一致 更別談跟藍營整合 即便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把菲律聯盟說法再擴展成 在野大聯盟 在大聯盟 2014年我就做過了 美國人也在問我說 那個蔡英文去來美國 馬英九去中國 你的看法怎麼樣 這一題幾乎每一個人都問 因為在外國人看起來 你們好像就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這個第一次聽到 還沒想過要怎麼評論 當然因以選舉整合為訴求 對柯文哲來說 一個團結的台灣 絕非只是在野非綠 這麼簡單 TVBS新聞 李國鎮李陳佑李皮 台北台中採訪報導 是逢五一勞動節 新北市長侯友宜認為 台灣勞工人口眾多 應該要定位國定假日 拉高談話格局 新北市議會的執行台上 侯友宜在對全國性政策 表達看法 想請教市長 對五一勞動節放假的這個看法 五一勞動節 勞動人口很多都放假啦 那雖然有些工作 並不竟然跟勞動有相關的 但是家庭難免會有牽扯關係的話 我還是鼓勵大家 五一勞動節 是不是大家能夠 全國能夠放假 和這家議員一搭一唱 張宜珍也說 為何台灣獨步全球 就是認為五一勞動節 應該全國都放假 而且議員質詢勞工局長的這一段 我們也有新聞給勞動部啦 請他是不是考慮 勞動部有理你嗎 勞工他是說這是內政部的一個權責啦 那內政部有在理你嗎 沒有 這是在指現在中央不同意沒關係的藍營執政後 再來修訂嗎 而對於侯友宜的呼籲行政院 人事總處則表示 應涉及內政部主管的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且利用部分委員對於紀念日及節日 放假日述之提案尚無共識 仍需廣泛聽取各界意見 省慎橫濁 仍需行政總處將配合內政部演議 這球直接丟給內政部 放假這個事情也不只是放假而已 因為這個會牽扯到整個 全年的一個總放假的一個時數 也會跟工商團體 還有勞工團體 其實都會有關係 所以這個有待立法院 朝野還有委員們凝聚共識 無意勞動節不上班 目前依舊勞工專屬 TDD的新聞張家寶 邱宛柔台報道 7月1號退府新制上路 將從現行的確定給付制 改為確定提撥制 專家分析高普考報考人數將會下降 其實就是以公務員為目標 可是隨著時間 和我了解了公務員的一些生態之後 現在我幾乎沒有任何醫院 想要再去考去公務員 談了多年在公家機關的心得 林小姐滿滿感觸 多年前剛進入公家單位的時候 還存有著考公務員的想法 但幾年下來 現在這個念頭已經被打消 主因在於這個 但現在的退府制度 它一直在調整 對政府單位 執政單位來說 也許它就陣痛起 過了之後 就不會有這樣的聲音 可是必須講老實話 對公家機關這種使薪水來說 如果這樣政策一直在改變 再改變 不會一直在縮緊 那公務人員好像除了穩定之外 也沒有什麼特別令人期待的 從今年7月1號開始 退府新制就會上路 退府給予制度會從 確定給付制 改為確定提撥制 退休金的準備改為個人專戶制 不再統一參加公務人員 退休撫恤基金 等同於外來公務員 也跟千萬勞工一樣 退休金由政府與自己共同提存 讓過去考公務員的這項優勢消失了 不錯的地方就像是他房貸利率很優惠 還有他有職業教育補助等等的 可是平常公務員 他真的必須承受非常多的民意 所以我們才會戲成為是人民的功夫 相信再過這幾年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第一個就是高普考的報考人數降低 第二個可能大學相關科系的招生 可能就會越來越困難 這個是目前我們看到的現象 新智上路優勢不在 也反映到高普考的報考人數 數據資料顯示 110年高考三級報考人數 42416人 普考42001人 到了去年111年 高考三級報考人數 降到36523人 比去年少了5893人 普考調到34760人 比去年少了7240人 公務人員飯碗似 似乎不再這麼搶手 我們現在是自用救治 所以就覺得說他穩定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退休有一定的保障 那現在7月1號新進的 這些公教人員來講 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那他就是用確定提搏制 那個人帳戶 那你有多少的退休金 事實上是很清楚沒錯 那但是相對的就是 你這些退休金領完就沒了 所以這個制度影響是非常非常大 不少公務員私下表示 公務人員退輔制度一直修改 常訴及既往 造成提搏的退輔金多 但到退休年齡 可前例的錢卻變少 本次修法將提搏費率提高 但因為法令訴及既往性 一樣可能造成年薪時 僅公務人服務提搏雖多 但到退休時 退輔金卻大幅縮水 加上公務人員不能兼職 不可以組工會 雖然目前有公務人員協會 但根本無法跟公會有相同功能 個中心酸真的無人知 因為我看到在公家單位 你的專業跟薪水是不成正比的 當然疲除教考是難考 上榜率不高的問題 但主要還有是公務員的服務 其實也越來越縮減 長期來看其實這些考生 他還是會去思考 我的個性跟我的未來的期待 或希望是找到什麼樣子類型的工作 如果他喜歡的是比較穩定的 比較工作在一個 時間的一個掌控上 能夠比較跟家庭 能夠做一些配合的 那甚至他的薪資水準 不會忽高忽低忽上忽下的 那持續的往上去做一些延伸的話 那公教的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想還是存在他的一些優勢 退輔心智是在必行 但公務員權益 以及掃手化衝擊都是考驗 如果在天平兩端找到平衡點 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走 TVA新聞成員來明台北採訪報導 很多人沒聽過水泥竟然會自動收復 這個叫做仿生水泥技術 未來用在軍事基地讓敵軍更難以破壞 師傅製作混凝土援助試體 拖完膜之後 我們會放在我們的標準養生池裡面 做標準養生的動作 再放入水中進行養護二十八天 每一批混凝土都要完成抗壓測試 才能讓客戶買單 科技在走創新要有 加入新的生物技術 你能想像嗎 水泥可以自己長出水泥 科技公司導入荷蘭自育混凝土技術 當建築物產生0.8毫米內的裂痕 就能自動修復 這個細菌具有產生石灰石的特性 石灰石也就是水泥裡面一個重要材質 產生這個黏著性的一個材質 那亞洲最多的就是日本 日本現在他們到 已經到國家級的認可 所以說他們現在很多水利局啊 機場跑道啊 大型的工程會用到這樣的材料 透過縮實畫面 軍裂的水泥撒上水後過了四周 裂縫逐漸變小愈合 就像生物傷口一樣 這個生物混凝土技術 原理是有機天然會產生石灰石的 芽苞桿菌 接觸到水和氧氣轉化成碳酸鈣 讓裂縫被填補起來 那水泥產業我們在全世界來說 平均大概是佔碳白放的百分之八 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當全世界我們整體的 降低水泥的使用 其實對整個環境是好的 我們買的房子也希望 能盡量不要修更好嘛 那本來六十年的房子 我可以用到九十年 這也是大家大家希望 所以說這是市場的需求 填補起來的水泥裂縫 讓內部鋼筋免受水氣侵蝕 能延長建築物壽命 提升防水防漏效能 增強建築耐用度 台灣目前運用在像是花圃維修 生態池維修工程 陽台教堂屋頂等等 混凝土它隨著時間它會有逐漸老化的一個現象 如果我們可以延長或者避免它的老化 那這對整個社會的安全性 還有公共投資的效益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2021年自我收復混凝土市場規模 達到三百四十九億美元 預計到二零二七年市場將達到一千五百三十七億美元 增長率百分之二十八點三五 像這樣具有自動修補功能的混凝土 可以運用在各種建築物當中 包括橋墩或者是機場跑道 未來也可能會運用在軍事上面 美軍近年來發展仿生老舊水泥建築修復計畫 透過仿生技術讓建築物 或者是跑道在受損或遭受攻擊時 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自動修補 降低人為修復的時間和成本 仿生學指的是仿效生物演化經驗的科技 透過仿生可以使用更少的能源與資源 減少污染及廢料 美軍在大國競爭前提下 將基地受到大規模攻擊的可能性 列為重要情境 國防高等研究計畫屬於國家研究室 科羅拉多大學合作 開發仿生水泥技術 我們跑道滑道經常因為熱上冷縮 我們是在雅熱帶又常常下雨超濕 熱上冷縮它的伸縮縫經常會均裂 另外一個我們的基庫跟基堡 基庫基堡因為它上面是有直坯 直坯它會有根 有根就會伸縮進去 甚至非常厲害會穿透到水泥 也會因為下雨的關係 也會造成熱上冷縮 機場的這些跑道或滑行道 在做作戰的時候 一定中共是轟炸的目標 計畫基礎是開發出類似人體血管 或增菌結構的水泥 但目前所知技術 對於轟炸所造成的破壞 還沒有解放 機場跑道被炸成坑能迅速自行填補 修復讓飛機馬上起飛 這畫面可能還只存在於電影中 但隨著科技發展 似乎沒有什麼不可能 TVBS新聞 余辛漢王會與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老鼠藥中毒的澳洲男大生病情好轉了 表示應該和街邊小吃無管 有大標題寫 Young RC Student 指的就是一次在台灣誤吃老鼠藥中毒的大學生Alex 除了澳洲 連香港跟英國媒體Daily Mail都報導 說他吃到餐老鼠藥的食物 正在台灣搶救生命 同時看出Alex在加護病房帶氧氣罩的照片 他的家人 所有台灣人都很納悶 吃小吃街邊美食 到底怎麼務食老鼠藥 英國媒體還因此看出示意圖 甜不辣胎 就怕台灣小吃美食島之名 蒙上老鼠藥這層灰 現在最新的消息是Alex的爸爸 有在接受澳洲媒體的訪問 說Alex現在的狀況已經有好轉了 那也確定是因為超級滑法林中毒 不過沒有再提到我們台灣的小吃 那一開始為什麼會講到 可能是因為吃台灣小吃 而務食老鼠藥呢 原因是因為他的阿姨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提到他們只知道 他是去Street Market 也就是一些街邊的攤判吃飯 所以懷疑是在食物可能有中毒 而導致他的狀況發生 加上他的症狀一開始是流鼻血 腹痛還有等等症狀 的確都是超級滑法林中毒有的症狀 那超級滑法林這個東西 你我身邊要接觸到 大概也就是老鼠藥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才有這樣子的猜測 不過我們台灣的醫師也說 如果說像我這樣子 真的不小心接觸到滑法林的話 我就算吃個一兩次 也不會那麼嚴重 好在現在Alex病情好轉 最新消息是他在週五已經從加護病房轉到一般病房 而團隊也關心他到底吃什麼 他才說應該跟街頭小吃無關 但也不知道未可接觸到老鼠藥 這位澳洲同學呢 他的健康狀況是我們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也會提供最好的協助 現在人身體好轉 同時還台灣小吃一個公道 美式賣場冷凍綜合煤被驗出A肝病毒陽性 民眾前往退貨 賣場還設置了一個專屬退貨區 民眾首提冷凍袋 一早來到美式賣場要來退冷凍莓果 因為食道署日前公告 美式賣場的冷凍綜合煤被驗出A型肝炎的病毒陽性 目前已經售出超過1.7萬公斤 你會擔心吃了會有A肝嗎 那當然啊 問的不多問的 那一定啊 即使是不同批次 但吃了還是心怕怕 機關署指出 目前國人還沒有人因為食用該品牌的 美果感染A肝 肝炎重症風險民眾可以在最後一次 食用日後兩週內施打A肝疫苗預防 A型肝炎一般來講 感染是有一個比較低 但是也不能忽略 就是大概千分之三的一個致死率 那嚴重可能會導致肝臟的恐暴性發炎 甚至有肝衰竭的情境 只是看看事件的時間軸 4月10號食藥署就在邊境 發現美果有問題 隔天啟動市場的抽查機制 一直到4月28號 食藥署才公布結果 中間過了17天 恐怕比較早吃下去的民眾 早已過了施打疫苗的黃金時間 至於該品牌其他的商品 例如酪梨醬 冷凍藍莓 蔓越莓等等 食藥署表示後續不會再進一步抽查 主要還是郊遊業者自行監測 對此 美食賣場表示 民眾如果因為使用該產品身體不適 保留醫療單據後續將會協助處理 是否會全額負擔 會依個案而定 請去約新聞釀藥品節台北傳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